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拨通男友的电话 让他不禁破口大骂 这使眼前耀眼的霓虹灯牌引起他的注意 只见灯牌上写着自己的名字 而影前标题却十分奇怪 这让他有些好奇 看着门口有些恐怖的巨富海报 他半信半疑地来到售票口 只见孤零零的玻璃小屋中 突然吐出一张红色小票 萨曼莎迟疑地走进影院 弱大的影厅中空无一人 此时一束灯光亮起仿佛在指引他 萨曼莎试探性的询问也没有得到回复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就被一股神秘的巨大力量按进座位 此时四周灯光渐暗 荧幕缓缓亮起 画面中间赫然出现自己的身影 不可名状的恐惧 让他屏住呼吸继续观看 只见电影中的自己浑身鲜血地奔跑在丛林中 似乎身后正有致命危机迫使他不断逃命 然而还没等他跑出树林 就被脚下的石头绊倒 整个人竟然扑在一具又黑的尸体身上 湿滑粘腻的触感让他双腿发软 手足无措之下 竟三番两次地跌倒 这时似乎是听到恐怖的声音 他神色惊恐地转头看去 术后竟出现一个全副武装的铁锤屠夫 此时正迈着沉重的脚步向尸体出走来 好在范曼莎灵机一动躲在巨石后面 才侥幸逃过一劫 可正当他准备离开时 就被突然出现在身后的男友捂住了嘴 在得知其余同伴全部惨死后 二人当即立断决定立刻逃跑 只是这里地处偏远 想要在没有任何交通工具的情况下成功逃脱 简直是难于登天 借着夜色的掩护 二人来到路边试图搭车 不远处正在巡逻的警车 让他们大喜过望 可看到从车上下来的汤姆 男友的脸色有些尴尬 原来两人曾在儿时有过矛盾 但眼下情况危急 萨曼莎急忙解除了自己的遭遇 此时她身上的鲜血十分具有说服力 可就在他们打算驱车离开时 铁锤屠夫竟追随而至 不顾二人的劝阻 汤姆连开竖枪 看着凶手倒地后 他上前摘下屠夫的面罩 而此人的真实面目 却让他难以置信 惊慌之中 将直径意外走火 汤姆也因此不幸殒命 二人万分崩溃 可屠夫竟再次起身 无奈他们只能逃回林中小屋 此时屋中只剩下小黑一人 看到浑身适血的两人如此惊慌失措 他连忙询问发生了什么 可还没等萨曼莎解释清楚 铁锤屠夫赫然出现 纳柄锤子静置砸向灾人 小黑手当其冲 被锤子砸断肋骨 好在男友动作迅速将门堵死 但屠夫力量惊人 木门摇摇欲坠 于是男友示意萨曼莎堵住大门 而他则举起挂载墙上的猎枪 小黑健壮则表示 要为自己的肋骨报仇 可还没等他转身 就被戏长的铁管穿透胸膛 健壮男友果断捡起猎枪 抠动扳机 但屠夫十分聪明 他竟用小黑的尸体当作盾牌 将子弹纷纷挡下 随着最后一枪射出 小黑的脑袋瞬间开花 而屠夫却安然无恙 无奈男友冲上前和他扭打起来 此时萨曼莎学发现了地窖入口 惊惧之中 他顾不得男友的安危 连忙往地下跑去 可谁知下面 却隐藏着更加恐怖的场景 只见三聚漆黑的尸体被吊在房间中 每一个都死状残裂 或遭遇斧子劈砍 或被铁棍穿喉 此时楼上的男友迅速落入下风 屠夫将他逼进厨房 用手边的菜刀交他固定在墙面上 可即使这样 男友依旧忍受着巨大的痛苦 试图和屠夫作对 可他早已不是对手 只见屠夫拧开喷火枪 竟将男友生生烧死 听到男友痛苦的叫声 萨曼莎彻底被这些惨物人道的杀戮激怒 他拿起手边的工具 决定为大家报仇 在激烈的扭打之后 他赢得主动权 就在他即将砸下手中的铁锤时 屠夫竟率先摘下面罩连连求饶 而如此凶残的杀人狂魔不是别人 竟然就是自己的同伴也竟然 而他也是这次聚会的组织者 为了博得萨曼莎的信任 他解释起自己的所作所为 原来就在早些时候 一枚从天降落的陨石 引起大家的好奇 萨曼莎的男友 竟不怕死地上前触摸 只见下一秒 那枚陨石经四散开来 化成恐怖吓人的外星蜘蛛 这些蜘蛛移动迅速 大家纷纷中招 只有眼镜男逃回小姑 在面罩的帮助下 侥幸逃顾一劫 私立逃生之后 他明白自己的同伴们已经异化 为了保护人类文明 他不得不开始追杀大家 对这一切的萨曼莎仰天长笑 而此时 她的头颅竟也一分为二 只见她的大脑空空如也 只剩下那只可怕的蜘蛛 眼镜男被眼前极具冲击力的场面 吓得不敢作声 残存的理智战胜了死亡的恐惧 萨曼莎痛哭着 让同伴结束自己的生命 而眼镜男即使心中仍有牵绊不舍 但想到刚才眼前恐怖的一幕 还是狠狠砸下手中的铁府 可一切远没有结束 此时不计其数的蜘蛛汹涌而来 一夜厮杀后 面对满地的蜘蛛尸体 眼镜男早已麻木 他目光坚毅地开车离去 只是关于他是否还是人类这一问题 似乎已经永远得不到答案 夜色愈发浓重 街道上连车流都逐渐稀少 但无疑为热恋情侣创造了浪漫空间 此时的大卫和安娜正打得火热 俨然已经进行到约会最甜蜜的时刻 看着身后寂静的影院 大卫提议进去刺激一番 然而就在两人在座椅上缠绵时 荧幕骤然亮起 属于他们的故事拉开帷幕 即将和大卫谈婚论嫁的安娜 因为脸上的疤痕十分自卑 自从两岁那年的车祸过后 他就不得不忍受路人的视线 就让安娜变得极其敏感脆弱 甚至还因此罹患强迫症 为了治愈安娜的心病 大卫决定用整容手术 让女友重拾信心 心动不如行动 在大卫母亲的支持下 安娜来到医院咨询整容方案 面对脸上的伤疤 医生表示 这将会是一场简单的小手术 而且她会在手术中 一起调整其他地方 让整体看起来更加协调 听到这里 安娜不禁心花怒放 在医生的安排下 她进入了手术室 随着麻醉起效 她梦到一场完美婚礼 她穿着洁白的婚纱 缓缓走向大卫 脸上完美无瑕 没有丝毫疤痕 可下一秒 台上的大卫 竟赫然变成主刀医生 只见医护人员 拿着鲜血淋漓的手术器械 脸上还挂着诡异的微笑 梦醒之后 虽然得知手术十分成功 但梦中诡异的情景 让她耿耿于怀 阵痛药物让她昏沉睡去 一旁的大卫表现得 十分极不可待 她掏出手机 对着病床上的女友不停拍照 等安娜再次苏醒时 医生正在外面和大卫说话 见到安娜有些忧心忡忡 医生表示 自己也做过整形手术 梦中的一切不过是一时在作祟 这让安娜放松下来 开始等待明天的手术 可就在医生离开之后 她发现 病房内的电话竟然只是摆设 于是她按下呼叫铃询问护士 却被对方接连拒绝 不知睡了多久 等她醒来后已是深夜 种种的诡异迹象 让她十分不安 于是她将手上的针管拔掉 踉跄地向屋外走去 看到护士起身离开 她找到自己的资料 经发现 医生和大卫居然给自己 安排了其他手术 而且这些都是要 背着她偷偷进行 这是她听到护士回来的声音 于是慌不择路地 躲进一间病房 可是一只静在病房上 发现了一名极为恐怖的病人 这间女人内容模糊 眼睛彼此已经彻底融为一体 那张没有嘴唇的嘴巴 正不断发出哀嚎 察觉到有人进入房间 她试图伸手拽住安娜求救 可安娜此时惊恐万分 根本不敢接见这个恐怖的女人 她连忙向外跑去 却在走廊上和护士狭路相逢 安娜当机立断 用玻璃瓶砸向护士 一阵扭打中 她抢过电梯卡向着出口逃去 看到电梯里诡异扭曲的人体照片 她不禁双腿发软跌倒在地 这时主导医生不知从哪出现 在震惊计的帮助下 安娜被重新按在手术台上 哪怕她不断挣扎 但依旧没能逃过魔爪 第二天她在大卫焦急的等待中悠然转省 看到镜中自己的模样怪异恐怖 人伤横七扭八的疤痕 让她大惊失色 然而在看到大卫母亲的真容后 她终于崩溃的放声尖叫 原来大卫竟继承了母亲的变态审美 竟不惜强迫安娜为此改变 安娜被如此害人的影片画面震惊 她不敢相信这是自己的故事 而此时身旁的大卫已经消失不见 看到身后的放映窗中闪过人影 她急忙追到放映室 原来整座影院由放映室一人看管 她管理着荧幕中的所有噩梦 也收集着各种死亡 得知这些后 安娜意识到自己的死亡已经降临 不由得发出刺耳尖叫 而放映室似乎尝到了甜头 今夜注定成为无眠的噩梦之夜 只见门口的霓虹灯牌再次亮起 由此经过的神父成为新的主角 看着灯牌上的名字 她也向着影厅中投去探许的目光 没能抵住内心的好奇 她走进空旷的大厅 在路中间的血迹前停下脚步 对于她的到来 放映室竟亲自出来接待 神父被她请到座位上 明目缓缓亮起 风景一人的修道院中 今日不再宁静 男孩情绪激动地站在房顶 只见她行为天狂正放声大笑 修女健壮连忙上前试图拉回男孩 可就在最后时刻 男孩虽口吐白沫地连声哀求 但身体却不受控制地向后倒去 静止从楼顶坠落 丹尼被引擎的一切吓得呆在原地 惊魂未定之下 她久久不登入睡 为了安抚女儿 母亲给她喂下安眠药 盼着她沉沉睡去后 才回到办公室继续忙碌 然而就在她心烦意乱之时 枪上的十字架竟赫然脱落 与此同时 门外响起鬼異的声音 只见一阵凌风吹过四周温度骤降 即使白天刚刚发生过恐怖事件 神父和修女也毫不提防 此时两人正在办公室中打得火热 鬼異的声音引起两人警觉 又让他们想起白天的事情 修女只觉得内心十分不安 但神父却不以为意 此时一阵敲门声打断两人的谈话 为了一探究竟 二人向着外面走去 只见走廊上的雕像 发生诡异的变化 红色的油辣如同血迹 一般附着在神像上 跟随地上辣叶的指引 二人来到教堂中间 那张扭曲诡异的恶魔之脸 瞬间映入眼帘 如此邪恶的事物 竟出现在纯净的教堂中 这让两人惶恐不已 一夜之后 诡异的事情越来越多 欺负丹尼的同学 竟被丹尼一把掀飞 在如此蛮力之下 同学不仅口吐鲜血 同时在丹尼和母亲身后 赫然出现的红色恶魔 让他连声尖叫 但似乎只有他能看见 其他人对于他的恐慌 十分疑惑 只能不停安抚 试图让他平静下来 夜晚降临 正在熟睡的孩子 猛然坐起 雪红的眼泪顺着眼眶滑落 另一边的修女 终于在圣经中找到线索 一个名为马希特的恶魔 正在修道院中 所有孩子都将难逃此劫 他急忙将自己的发现 告诉神父 就在这时 死去多时的男孩突然出现 只见他身形诡异扭曲 向着两人爬行而来 言语中他与两人十分亲切 似乎他们曾在这里 进行过某种仪式 神父拿出十字架 将其逼退 而男孩也短暂地恢复神志 他表示 恶魔在他的体内 并且要在为时已晚之前阻止一切 然而男孩却并未说明 那人究竟是谁 但联系到白天的事情 他们首先想到丹妮 于是连忙开启驱魔仪式 可恶魔竟然不在丹妮身上 这时丹妮母亲匆忙赶到 他带着女儿准备逃离 可这时他的表情突然诡异起来 原来男孩所说的他 竟然是丹妮母亲 察觉到母亲的变化后 丹妮连忙双手合十 拼命祷告 可还是没能阻止住强大的恶魔 一睁眼 摸清铁青漆黑的面孔骤然出现 他被一股神秘的力量固定在床上 耳边响起恶魔的低语 听到召唤后 所有的同学骤然起身 但他们却对于丹妮的求救充耳不闻 等到神父和修女泛然醒悟时 已经为时已晚 他们举着蜡烛来到宿舍 只见所有同学一动不动地指向丹妮 而丹妮的嘴上被人残忍讽刺 这时周围的同学突然行动 扑向神父两人撕咬起来 面对如此混乱的局面 他们一路逃往教堂 但恶魔穷追不舍 他操纵着孩子们与其交战 看着手拿病人的孩子 神父不得不拿起一旁的圣剑迎战 但修女却始终下不去手 在孩子们的撕咬中 他看到不远处的丹妮母亲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恶魔 他追随对方来到屋顶 就在两人在楼上拉扯时 教堂已化作无间地狱 断肢和鲜血染红了孩子们身上洁白的睡衣 神父浑身上下沐浴着鲜血 面容恐怖如同恐怖的修罗 他一边砍杀 一边吟诵着圣经中的词句 平日里祥和神圣的教堂化作无间地狱 一旁的圣母雕像 留下两行血泪 孩子们趁神父历劫时分将其反杀 而屋顶上的两人也骤然坠落 但妮姗姗来迟看着母亲在自己眼前悄然咽气 痛苦之中她竟无法发出声音 嘴上的缝线渗出鲜血 只有两行轻雷诉说着她内心的悲痛 但恶魔并未随之死去 她赴到修女身上 等待一晚再次降临 神父被影片中震撼场景吓到 此时她身后想起放映师的祷告 还没等她回头看去 死亡骤然降临 而剧院门口的霓虹灯并未熄灭 只是换上新的名字 新的客人再次到来 等待她的是相同的宿命 这时一阵电话铃声响起 她循着声音找去 只见那个熟悉的座位上放着一台手机 很显然对方并不想暴露自己的身份 就在她感到疑惑时 荧幕开始闪动 只是不同以往 这次竟是黑白色调的李世杰 原来女人一直有严重的心理疾病 电影画面真是反映出她的内心世界 她带着孩子按照约定去看心理医生 在漫长的等待下 两个孩子十分烦躁 无奈之下 她准备取消预约 但周围竟发生了诡异的改变 不同于刚刚整洁的环境和美貌的接待员 此时的环境变得十分肮脏 接待员的身上也满是泥土 同时她的容貌也发生惊人的改变 语气也不再客气温和 态度十分强硬地拒绝了女人取消预约的要求 就在女人去安抚孩子时 接待员告诉她医生可以接诊 同时还不停催促她快点进入房间 见状女人紧张地推开房门 看到不远处的医生 她有些拘谨 而医生的提问也让她感到十分不适 不断地逼问中 她表示自己的情况十分严重 在她眼里 周围的世界一直在发生恐怖的变化 医生却直白地询问起她的家庭 原来女人不久之前刚刚离婚 但她表示这些变化和丈夫没有关系 同时除了自己两个儿子之外 周围所有人都在发生恐怖的变化 尤其是在下午四点之后 听到女人的形容 医生意识到事情十分严重 可眼前有一个重要的会议需要进行 于是便要求她明早再来 听到这里 女人瞬间变得异常暴躁 她质问对方 为什么不现在就替自己看病 可医生却十分冷漠 气愤的她准备带着儿子离开 但门外此时空无一人 女人焦急地四处寻找 不停地询问着路人 试图找到儿子的下落 此时所有人都变得极其恐怖 他们个个五官扭曲声音嘶哑 甚至面容模糊看不真切 听到不远处的卫生间传来响声 她连忙冲进去寻找 只见此处环境肮脏恶劣 洗手之前的男人不停疏通着下水道 面对她的询问 对方充耳不闻 清晰之下 她掏出包中的手枪 男人依旧不为所动 只见女人手中的枪口 不断吞吐着粘稠的雾气 仿佛跟随她急促的呼吸一同起伏 对方的麻木让她转身离开 跟随路标一路寻找 清洁公正不停摔打 拖动在地上的污泥 骑着单车的路人也丑陋不堪 见此情形 她拨通潜伏的电话 但电话里却传来 其他女人的抱怨声 面对女人对于孩子的询问 电话中的男人传来同样的疑问 孩子再拿这一问题让她几乎崩溃 她将枪口对准自己的行为 终于引起清洁工的主意 但对方依旧一言不发 见状她愤怒地回到医生办公室 这一次她在门外 听到医生和孩子们的密谋 似乎两个孩子 并不像她想象中的年幼 他们语气十分成熟 而且谈话内容高深莫测 仿佛是来自定义维度的生物 他们讨论着女人的降维现象 语气中讲明 自我了结是她唯一的结局 同时他们发现了女人偷听的行为 这些话如同故意说给她听一般 而这彻底激怒女人 她推门进入举枪打死一声后 牵着孩子愤然离开 此时的医院里已经满是污泥 空气中也漂浮着漆黑的颗粒 电影骤然结束 女人伸手向包里摸去 随着一声枪响 影院门口的灯牌熄灭 然而这一次灯牌却不同以往 亮起的名称下 竟缺少了主角的名字 莱莉被明亮的灯牌吸引 走进了这家神秘的影院 这一次舞台上摆着一架钢琴 热爱演奏的男孩心仰难耐 就在她按下黑白琴键时 身旁的荧幕悄然亮起 电影中自己竟成为著名的原创钢琴家 而且小小年纪就举办了属于自己的独作会 看着为她骄傲的父母 她的脸上露出幸福的微笑 然而幸福时光 却被藏身于车内的劫匪打断 她将一家三口赶下车 父亲为了保护妻儿不幸身亡 而母亲也未能幸免 穷凶极恶的歹徒连少年都不肯放过 冲着逃跑的莱莉连开竖枪 其中一枪正好命中她的胸膛 多亏医生们的不懈努力 才将莱莉从死神手中拉回 然而死而复生之后的她 拥有了一个惊人能力 她竟然可以看到鬼魂 半梦半醒间 她看到母亲的身影 于是刚刚苏醒 她就连忙询问医生父母的下落 但医生对此十分逃避 只让她好好休息 半夜十分 药效减退后来力悄然苏醒 不远处的病床上 躺着一个满脸伤疤的男人 同时那人行为诡异 竟擅自下床 不停用头撞向走览尽头的玻璃门 就在她试图上前查看时 护士及时出现 但面对她的询问 护士却认为 这是因为药物出现的幻觉 于是赶紧将她扶回病床 但莱莉不知道的是 自己刚刚看到的 正是隔壁床的鬼魂 而她的行为 落在了隔壁病房的女孩眼中 第二天 莱莉就被转住普通病房 转移时 她看到自己静置穿过两个人影 眼前的一幕让她十分震惊 随着夜色降临 歹毒借着探望的名义 试图对她下手 好在被护士及时发现 而此时她也发现 自己竟能看到死者的灵魂 在医院走廊上游荡 就在她震惊时 戈壁的女孩凯西表示 自己和她是同类 原来她们都曾无限接近死亡 有了同伴之后 莱莉的情绪不再低沉 在凯西的安慰下 她安然睡去 可清晨时分 莱莉母亲悄然出现 她将手放在儿子心脏上 试图将她带走 好在凯西及时出现 阻止了一切 但这一行为 却让她惨遭毒手 看着凯西房间里的血迹 只有莱莉明白 她的真实死因 唯一的伙伴遇害 让她十分消沉 夜晚降临后 她辗转反侧 却也因为失眠 侥幸逃过一劫 原来那名歹徒 害怕事情败露 竟来到医院 准备杀人灭口 莱莉跑进停尸房 躲避着丧心病狂的歹徒 却还是没能逃出魔爪 两人在杂骨尖里扭打起来 歹徒掐住莱莉的脖子 她的意识逐渐模糊 竟在恍惚间 看到母亲的身影 正不断地召唤着她 就在莱莉即将放弃抵抗时 凯西的身影骤然出现 她鼓励莱莉振作起来 努力活下去 受到鼓舞后 她将折断的木棍 捅进歹徒的脖子 结束了这场厮杀 随后赶来的医护人员 将她带出现场 一路上 她看到不计其数的灵魂 站在周围 父母的眼神中充满恋爱 而凯西也十分欣慰地 看着自己 然而走廊尽头 歹徒的身影骤然出现 地雅的声音 如同来自地狱一般 阻住着死里逃生的莱莉 看着男孩惊恐的面容 歹徒不禁露出诡异的微笑 荧幕上的故事 让莱莉惊恐万分 看着缓缓走来的放映尸 她害怕地询问 自己是不是已经去世 但却得到否定的答案 放映尸直向远处的观众戏 那里坐满了 刚刚故事里的主人公 她不可思议地 看着这些鬼魂 表示自己想要逃离 可放映尸却鬼魅一笑 放任她向影天怪跑去 她真的能逃离已知的未来吗 而门口的灯牌 似乎已经说明一切 这间那里赫然出现莱莉的名字 她的死亡就此成为定局 放映尸回到房间 将属于莱莉的故事封存 弱大的房间里 满是存放着胶卷的铁盒 这里犹如恐怖的地狱一般 承载着无数骇人噩梦 这五个故事 犹如被封在盒子里的糖果 每一刻都充满出乎意料的惊喜 由五位大师 共同打造的闭环故事 短小惊悍 在各自惊艳的剧情中 走向极致的顶峰 黑暗的恐怖脉络 贯穿全片 层层渗透的恐惧 循序渐进地展开 其中的北村龙瓶 还是熟悉面孔 小江曾讲过 她的午夜十人列车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呢 关于影片中的五个小故事 哪个最对大家的胃口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 和小青讨论哦 好了 小青放手要打烊了 如果喜欢小青制作的影片 记得帮小青点个赞 你们的鼓励 是小青坚持不许的动力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了 爱你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